今天我們就是捍衛租稅正義 保衛納稅人權 黃坤光先生的這一本書 那這個真的也覺得說非常感謝他 因為租稅正義這個議題實在是非常非常重要 中世紀的哲學家奧古斯丁說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義的話就宛如強盜集團 那其實用在租稅這邊的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貼切 因為過去英國人的這個說法就是說 不出代議事就不繳稅 所以稅這個東西基本上呢 可以說是這個國家對人民的財產權的一個侵害 那如果說他沒有遵守一個正當法律程序 或者是說他沒有一個最起碼的租稅正義的話 那這個其實是跟強盜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那黃先生這本書呢 我給他看了一下之後呢 我真的發現說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啦 他之前是國稅局的檢任集合 那這個從事公務的時間非常非常長 那就像剛剛陳永興醫師也有提到 就是說以這麼長的一個公務的資歷啦 然後呢在經過這麼長的一個公務資歷之後 他完全沒有被這個體制所謂的訓化 那反而是呢在他離開這個公務機關之後呢 他出這本書 然後去揭露說以這個三大案為例啦 去揭露說在這個台灣所存在的租稅的這個情況的不公不義之處 不管是制度上不管是個案上 所以這實在是非常難人可貴 他自己本身從事這個公務之外 他作為一個租稅的這個專家 然後能夠在他離開公務系統之後呢 去指出這個制度裡面有哪一些的缺失跟這個不公不義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今天除了我們的作者之外呢 我們同時也現場的是陳永興醫師 那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從年輕到現在一路奮戰啦 為了這些不公不義而奮戰 然後用他的生命來見證這些台灣的民主化的過程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陳志榮教授 就是德國普蘭克福大學的法學博士 也是台大的這個教授退休 那現在他也為了很多的不公不義的事 包括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法務部形式紙進署的這個宜蘭分署的 為了一萬八的這個罰款 然後去這個強制拍賣一個老百姓的財產 你可以看到這個陳教授為了這些這個弱勢的人一直在奔走 那因為等一下現在即刻在進行黨團協商 我必須要趕快趕過去啦 那相信就是說大家如果去細讀這本書的話 一定會對台灣的這些駐稅爭議有非常深刻的這個體驗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是不是就是讓這個陳教授 好 讓作者 好 那我們就讓這個我們的作者 黃坤匡大哥來為大家來說明他的這個著作